《爱火烧》 《爱火烧》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火烧是非常好吃的那种东西 所以说各位都能够吃完之后非常的健康 所以说这首歌也是一样 听完之后会活力四色 热力十足 这个歌曲的风格是这种怀旧的像以前过去八十代歌厅 因为它本身里头借鉴了这个《燃烧吧火鸟》中的一段唱 然后这样让这首歌整个来说 特别像以前的歌厅那种秀场的感觉 非常的灿烂 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为什么要创造这样一首歌曲呢 然后我想这个回答很简单的 因为我觉得以前的音乐来说 没有说现在经济大潮这种一个洗礼的话 它们会相当的纯粹 因为它的热情也是非常高涨的 现在来说大部分流行音乐越来越欧西化了 所以说我觉得八十年代跟九年代初 是中国做流行音乐一个非常紧张的时期 我觉得那个时期是让我非常怀念和敬仰的 所以说我要以那个时期的代表歌曲来去做第二段关节 结合这个歌曲 拍这个MV也是重新搭建了 像以前那个特别老的那种秀场式的 还有那种综艺节目式的一个感觉 这样能够让整个气氛非常纯粹 整个MV之中所有的人都是九零后跟八零后 然后我们等于说这是一种时光错位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这些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 那个舞台的这个感觉的人 去在这个舞台上重现八十年代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本身来说里头 那个王文博跟郭阳 因为这次我算是单飞嘛 但是他们几个人都特别的好 兄弟情不忘本 然后呢都过来帮忙 然后在后边有一个因为他们那个镜头已经不算是以前那么多了 只是在远处当一个背景 但是他们都愿意就是这么着去做我都会说哭了 所以说我觉得真的太了不起了 所以说身为十年的一个兄弟并没有说离弃 然后反而更加支持 我觉得相当之感动 音乐新播报的博客 只要增入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网址呢 就能够得到我这个爱火烧的亲笔签名的单曲 这个单曲跟专辑是不一样的 它不会发烧 所以说非常珍贵 希望各位都能够踊跃参加这个活动 谢谢各位 爱火烧 请各位记住 真烧吧 拜拜 drive 旋转人 扬人 男来 do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